喂 燕冰 二牛呢 没看见 南南说 被狗紧过了 他本身就是刀牛 肯定没给我跑得快 叶宇 你是不是又不停了 你停了 爸爸不理你了 爸爸都是打你了 二牛当爸爸了 你劲儿把头打 慢点 打那么大时间呢 干嘛 不听话了是不是 玩不了你的是不是 不会 不会的 听话 走 二牛 走 你们俩在这儿呢 二牛 啊 你啥时候认他做儿子了 哼哼哼 怎么样 长得够精装吗 俺不虽然人人养狗 这狗还有绝创 这次南军的买卖可赔大了 军权叛变了 可不 放狗摇俺 他也不看看俺是谁 俺对付狗最有一套的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咱们跟牛哥的儿子 演场戏 演戏 那怎么演 那当然是穿上蓝军的衣服 戴上狗儿子 伸入地壳 七夕白虎团 从背后杀他个骗 咋不留 杀 杀 杀 不 聊 为什么 我们想得到的 你觉得蓝军特种部队人 想不到吗 也许想得到 一定想得到 肯定想得到 那怎么办 我 刚才我的部下 说军权叛变了 这是对我们战事的 不尊重 在此 我代表他 向你们道歉 应该说 我们这些无言的战友 是被敌人蒙蔽了 他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敌是友 现在是非常时刻 也是这场战争的关键时刻 因此啊 我希望你们理解这个非常措施 请军权基地的同志们 极力配合 一起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大家明白了 明白 这是你们蓝军的狗吧 他不能走了 他得赶紧去看医生 你以为你这样 你就能逃得出去吗 连长 你看那边 你再看这边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连长 你是要抓俺的话 俺最多跟你同归于尽 可是俺的两个战友 会对你信心点名射击 连长 俺真不骗你 他们两个都是精度速箱的高手 所以俺劝你千万别动 那么一要是一动 他们就会打你们 不输半分钟 你和你的兵 就没啥活口了 就没啥活口了 他不能再陪你了 你不能跟着 听到没 你得治疗了 你不能再走了 谢谢 那边 为什么 叶语 俺走了 别跟着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 这帮兔崽子就这么把军场给还回去了 还了 果然够聪明